如果我给你银子让你回家 你肯帮我办一件大事吗 给二奶奶办事 小的是求之不得 怎么 害怕了 二奶奶的吩咐小的怎么敢不做 我帮你帮我呢 你回去吧 对了 你把郑老大给我叫来 是 郑老大 二奶奶叫你呢 二奶奶 你找我 郑老大 我听说你放出风来 说要退老还乡 老了吗 怕给二奶奶添麻烦 都是一块出来的老人 我怎么舍得让你走呢 舍得舍不得 人不都一个一个的走了吗 是啊 哎呀 这天底下 没有不散的宴席 郑老大 你只管回家吧 我给你出盘展 二奶奶 此话当真 我二奶奶啥时候骗过你 不过嘛 我只想让你帮我办点事情 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干啥呀 你只管回家 路上呢帮我相看几个姑娘 告诉他们自己上暖香阁来 路费我出 这点小事啊 能行 我听十八姐说过 遇倩儿的老家里青州不远是吗 那是 我也听十八姐这么说过 你下去吧 是 大哥 这杨阳咋就真的不回来了呢 听说这大英帝国在闹罢工呢 车船码头都歇业了 原定的轮船也取消了 这怎么到处都闹罢工啊 詹姆斯不是说这大英帝国很强大吗 这强大怎么还闹罢工啊 谁知道 我看哪 这就跟人害病似的 大人害大人的病 小孩害小孩的病 大哥 大哥来了 好 余姑娘 都准备好了 好 你们先到镇外的小码头等我 泰拳兄弟会送你过去 我走了 不会连累你吧 你放心 天塌下来有大哥顶着呢 大哥 都准备好了 好 余姑娘 先上轿吧 有什么话咱们到那再许 走 好 余姑娘请 余姑娘 上轿吧 好 好 谢谢 起轿 大哥 你真舍得 余姑娘就这么走了 这青州城也不是什么大老远的地方 余姑娘回家看看 了绝了一桩心愿 日后 她会舒坦些的 你不怕余姑娘这么一走再不回来了 不会的 如果是那样 当初她不会千里迢迢找回来 大哥 大哥 你真是对余姑娘一片痴心 花落花开 总会有结果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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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老大 这回娶青州 姑娘看好看不好倒是小事 只是别慢带了我的玉姑娘 我的玉姑娘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三爷饶得了你 我可饶不了你 二奶您放心 二奶您放心 啰嗦什么 快走吧 去吧 是 二奶奶 准备好了吗 二奶奶 二奶奶放心 小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就等二奶奶您吩咐了 好 我跟你说 老师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来 老师有个三长两短 我要你的命 小的明白 拿着这个从后面走 那我走了 妹妹 吓着了吧 害人害得太多了 小心吓着自己 我这爱千道下游过的乌龟王八蛋 想吓死我啊你 小心三爷回来 撕了你 你 你知道三爷的厉害就好 以后啊 少到我这来捣乱 反正误也不是误我的事儿 要不 我走 你给我回来 我说你这个挨千刀的 我让你办的事你办了吗 办妥了 我的二奶奶 你看你现在多神气啊 这桥头镇上黑的全是萧家的 这黄的全是你二奶奶的 你为什么还不满足 非要玩火 非要玩火 小心遭报应 呸 要猪头放狗屁 你才遭报应呢 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那德行 这暖香格也是你来的地儿 笑话 瞧头镇 没我不敢去的地方 行了 你也别记我 咱们说好了的 我拿了银子 我就走 走 快滚 二奶奶 玩得不错呀 妹妹 听歌一句劝 人不能太贪 借好就收 暗暗生生的过你的好日子 傻子是放你的狗臭屁 你怎么知道整天守着毒款发大财 你不也见钱眼开吗 我告诉你 本姑奶奶我本来是想好好过日子的 可是这些臭婊子 骚乎的每天在我眼前换来放弃 你说我能安生的了吗 我说你跟我急什么呀你 上帝保佑 咱俩 各安天命 是吧 咱俩 臭猪 坐轿 哎呀 嫂子辛苦了 三爷 别瞎叫了 哎 其实啊叫嫂子只是过年的事了 啊 我们都听我大哥说了 我们都在为大哥和嫂子高兴呢 哎 嫂子 以后啊 你叫我太权就是了啊 还没过门呢 以后不许再瞎说了 好好好 听嫂子 听玉姑娘的啊 正老大来 玉姑娘吉祥 吉祥是说给贵人的 郑老大 咱都是船上的受苦人 还客套什么 啊 对对对 都是自家人了 就甭客气了 哎 嫂子 你这一路去青州 我把你 就托付给郑老大了 不管是吃的喝的 全由他安排 哎 全当是你的使喚丫鬟 那是 那我可受拥不起 郑老大 以后咱们兄妹相称 在路上也好应付 那是那是 那是那是 哎 你就没别的话可说了 哎 那是那是 这这你看 哎 哎 哎 大哥来了 老子 请吧 大哥 让您费心了 大哥 都准备好了 那我先去了 那去吧 哦 大哥 嗯 我先走了 嗯 宇姑娘 就让大哥陪你回家乡走一趟吧 不了 不能再麻烦大哥了 你这儿还有理不完的头绪 说真的 你这一走 我心里空落落的 我心里空落落的 忽然不踏实起来了 都怪我不好 让大哥分心了 不 不 雨姑娘 这么多年了 让姑娘一个人受委屈 该怪我才是 也怪我 太固执了 要不然的話 要不然的話 早就兒女滿地跑了 大哥你真壞 玉姑娘 大哥都等了你十幾年了 都在我這十天半月的 玉姑娘 我等你在老家換了院 踏踏實實的回來了 再用大紅花轎把你迎進肖家大門 等那時我要好好的親近你 抱抱你 我讓你躺在我的懷裡 永遠都不分開 大哥 我一定會回來的 自從那天晚上 你大狗冠手裡救了我 我就全想明白了 世界上 只有大哥 是真心疼我的人 大哥 你是我的親人 那天晚上 我就許下了院 我今生今世 我跟定大哥了 我要好好服侍大哥和大嫂 讓大哥高興 讓大哥快樂 我要給大哥 吹爐笛 彈琴 了卻大哥所有的心願 讓大哥成為世界上最有成就的男人 玉姑娘 咱們一言為定 碧老天荒 我小太平此情此愛 日月可見 小大哥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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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青州城啊 这就是青州城啊 好热啊 来 慢点 谢谢 走吧 你怎么跑到青州来了 嗨 这不都是为了玉姑娘吧 小大爷对您这次出门不放心 您走以后啊他就嘀咕个没完 小三爷和二奶奶商量啊 派小的连夜赶来青州 为玉姑娘打前站 这不小的已经替您安排好了一切啊 多亏了你呀阿佛 说哪个话啊 这些啊都是小的应该做的 玉姑娘 郑大哥 来 这边请 好 你们找谁啊 我们是来找刘妈妈 在这等着 好 玉姑娘 请 哎哟 哎哟 姑娘啊 你可终于来了 这远远的 瞧着这身材不错 哎哟 这走近一瞧啊 这还真是个美人啊 哎哟 来来来 坐坐坐啊 哎哟 呦 呦妈妈 于姑娘赶了两天的路 又饿又累 想让她休息了 明儿再给您老 好好请安 哎 行 来了嘛 就不急 不急吗 哎哟 哎哟 姑娘 你们等楼上啊 去吃点喝点 我呢 到前面去招呼客人 姑娘 你们随意 哎哟 姑娘 随意 玉姑娘 楼上请 楼上请 玉姑娘 玉姑娘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你的房间 玉姑娘 给我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那你先去洗一洗 郑大哥 来来来 坐 郑大哥 来来来 坐 你坐 郑大哥 你这次和玉姑娘来 萧三爷和二奶奶已经吩咐过了 让我好好地伺候你们 请郑大哥放心吧 那就谢谢你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还谢什么 听着 楼上那个姑娘 你给我好好照顾着 是 告诉你 没有我的话不准她出去 万一有个闪失 小心我要了你的脑袋 是 听听了没有 听听 玉姑娘 来来来来 来吃点东西 冲冲鸡 大哥 来 玉姑娘 来来来 吃点东西 郑大哥 我觉得 咱还是尽快离开这儿 青州这么大 我想换个歇脚的地方 姑娘 你放心 我马上就去办 别急别急 这个 等吃完了饭 那我陪你们一块去 这 也好 你们一定少喝点酒 千万别忘了正事 我先休息会 你们慢吃 二位客官 这边请 好好好 您二位早点休息 好好好 这房子是不错 真的不错 挺好 挺好 不错不错 大哥 阿福 收拾得真好 是 不错 余姑娘住在这儿我就放心了 那会儿他一来呀 一看这准买 大头 怎么样 事情办走了 办走了 你看看 不错 不错 拿着 这是二奶奶赏给你的一百点银 谢谢 谢谢二奶奶 谢谢了 谢谢 拿着 拿着 去你的吧 还想要银子 你 你 有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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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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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进了我这义和春的门 你就认命吧 刘妈妈 你要不信的话可以去问郑大哥 郑大哥知道的 什么狗屁大哥 昨晚上他就溜了 你骗人 他的东西还在房里 他们俩分了几十两银子 还稀罕这几件破衣服 不可能 郑大哥绝不是这种人 想干什么 让开 让我走 想的美 你把我这义和春当什么地方 浪漫乾坤 王法在上 义和春又怎么样 岂能抢抢民女 你个臭屁 我告诉你 在这义和春 老娘就是王法 老娘就是乾坤 反了你个小婊子不成 给我老老实在呆着 炸了他 别让他跑了 放开我 我让你跑 快 把这臭屁股再给我关起来 是 饿他三天 看他还跑不跑 快 放开 快点 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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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这不是玉姑娘吗,一个人在这儿孤零零的,好让人心疼啊,来来来,让大爷我扶你起来,起来起来,哎呦, 哎呀,瞧瞧这细皮嫩肉的,也只有大爷我心疼你啊,你别这么看着我呀,我告诉你啊,你没想到吧,是你郑大哥把你给卖了, 这事咋啦,咋啦,你对大爷我是不是有意思啊,来来来, 来来来 小婊子 想当初大爷我和我们王大哥 为了你这个玉姑娘挨了肖大爷多少打 今天我看谁还来救你 怎么着 你害怕了 你掉眼泪了 不过呀 这话又说回来了 你如果把大爷我伺候好了 大爷我就放了你 大哥 我求求你 放了我吧 就算是积极德 积德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来积德这一套 哎呀 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哎呀 只要你放了我 你要怎么着 都行 呀呵 真没想到这一和春还真有办法 能让你这玉姑娘也低头了 行啊 行 你先上大爷亲戚你的脸 完事之后我就放你回家 怎么样 好 早这么着哪那么多事啊 乖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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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鼻子 你咬掉了我的鼻子 哎呀喂 哎呀快来人家 咬我的鼻子啦 哎呀喂 哎呀喂 这可怎么好啊 你等着 给我往死里打 打 你叫我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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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往上一点 往上一点 这样就行 抬高一点 擦干净一些 大哥 丁妹 辛苦你了 该歇会儿 该歇的是你 再过几天新人进了门 你就想歇都歇不成了 你说是不是 你看看 这红花这样子 带在这儿 好 我走了 好 你忙去吧 把那些乌鸦都给我管走 大哥 出事了 墨河县城 走 出什么事了 慢慢说 大哥 墨河县城传铁闹事了 传铁闹事 传什么铁 闹什么事 帖上说 钱宝山是当今腐败贪官的典型 而且还立处了他教案冤狱的十大罪状 以及搜刮民旨民膏的罪行 还提到钱宝山和当地附身勾结 还引上了大哥你和白尔先生 人有这事儿 谁这么胆大 敢冒着灭族之陷 墨河县城都传遍了 而且县崖门口全都是看热闹的人 大哥 大哥 我们怎么办 台中 你是想 大哥 如果出现义民闹事 是 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机会到了 太庸 别说了 你不要命了 走 大哥 太庸 现在的情况与当年大不相同了 咱们不能轻言启示 盲目送命 你可千万千万切记 外面的是是非非 只能听只能看 但是不能沾边 明白吗 知道了 今天晚上叫太权过来 咱们三个好好合计合计 明天我亲自到墨河县城一趟 会回钱宝山和白尔先生 行 还有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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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bres 呢 咱们就在桥头镇开第一刀 肯定玩得转 县城里的富户不妨也试一试 这就叫做想要发 得动王法 富不敌关 可是钱大人这么一来就没人敢在这桥头镇做买卖了 没有人做买卖 这桥头镇不就完了吗 肖老弟 你听说过围观一刃 你听过有谁围观一辈子 不在这个时候狠狠地唠他一笔 日后岂不后悔 小老弟 居人堂怎么样 有加点吧 就拿他开第一刀 居人堂 好 就拿他开第一刀 冤枉 我是冤枉的 我冤枉 走 走 我去看见你 走 我冤枉 走 我冤枉 我冤枉 就是前面出事去看看 看看 看有事 说是怎么 美啊还是什么 军人堂西套了几十年 真心很高 刚才你没见军人堂老板一点神气都没了 这可是的 哪有李克家 快瞧瞧 报纸上写的名字 这还了得 是啊 吃茶吃饭吃酒吃药 哪样不好非要吃官司 这下可惨了 走吧 走吧